大家好 欢迎收看袖手旁观新鲜事 在人去世之后 大脑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吗? 专家授出答案 大家都知道 人会生老病死 人在濒临死亡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神奇的经历 平死期是死亡过程中最开始的那个阶段 这个时候的病人的意识基本消失了 身体的各种反射能力也在减少 脉搏和呼吸也渐渐变弱 机制就是临床死亡期了 到了这个阶段 人的呼吸和心跳就基本停止了 一般这个时期 延续的时间很短暂 只有几分钟的时间 这个时候虽然人的生命活动停止了 但是身体的组织代谢活动还没有停止 也就是说 就算心脏和呼吸都没有了 身体却还保持着最低的生活状态 还有一点点的细胞在代谢活动 过了这几分钟后就是脑死亡了 脑死亡是属于生物学死亡时期 因为人的心脏停止跳动后 供应不了血液 身体就会缺氧 大脑得不到养分就不会继续运作 一般判定死亡都是以呼吸和心跳停止为标志 这个时候 距离脑死亡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大脑这时候处于深层睡眠的状态 可能死者在深层的睡梦里会听见医生宣布其死亡 大脑也能意识到自己已经死掉了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 这时候还是可以听见家人的声音的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